现在主要还是推线方面的话 肯定是小奶油这里推的更好 这里也直接上点燃了 逼出了麦克的闪现 还是有点危险啊 要死了 有点不小心啊 一级就限杀了 有点小不小心 猴子四级直接过来动小龙了 下路线圈还行 但是这还可以 想把线给顶了出来 去什么云南什么的 还不错 还拖一个 但被倒钩到了 血量比较厚啊 过来之后看一波机会呢 Q干的 还有W 还有W 但是这里山鸡来了 山鸡怎么会在这个位置 我的妈 爆炸 爆炸 山鸡怎么在这啊 这从哪来的啊 从草丛这个位置杀出来了 这个中上有线圈的情况下 可以应该试一下这个先锋拿下的 这个其实先锋 直接开大了 大招洒到地上 这波娃尔的打了 虽然蛮足的交闪前过来再吹一朗头 这波栏不没有伞的 下一下呀 一下 给击飞起来 哎呦 一拽巨蛋是 阿几这边给挡住了 包挡住 还是想要这条先锋啊主要 小天也要死了呀 小天要被A掉了 要被A死 小胖拿到这个人头 小胖拿到这个战场是帮助他报仇时收掉了猴子 两枚打也打了过后换 是 天二闪了之后 我们这把怎么说呢 有贾克斯和 贾克斯和 哦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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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烤死了 完蛋 直接给换掉了 这皮卡的来了 三七哥怎么办啊 买了 买了 买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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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边互动起来了 但中路这波也打起来 呃 听完镜盒没登到 那之后变长了 兰博自己的发育 哦这里啊 大招 河温左招烧的还不动 我这边都炸了 而旁边如可也被秒掉 小天这个位置也被秒掉 抓一个皮卡的 我接下来我想换的 想换一个 给自己的一个上大登场 完蛋 没加了 不加了 棒 直接把这个位置烤成了练狱 完了 这把这这局结束之后 这个这一波结束之后 就无了 记了 空中吃到了小炮的大招 就 没话说 啊 这个 中塔现在也不好手啊 直接打了 哎呦杰克 闪现吧 不想要死咯 到了 而且小天的猪妹先被带走 后子留下假猴 给红豆王处理一下 坊子总是发炎 一直没有反应复复的 啊 死了 闪现没用 小天感觉被秒了 哦 点燃的伤害 这个老是红白刀 这个刀确实是不错 但打到浓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已经打不动了 又空到90左右 要看看恶意收购的效果 以前都是血线 不动啊打不动了 打不动了 打不动了 你看删机直接直接一个金身 不让你打出 就是那个不让你打出 被收拾掉 全部挤在一起 哎呦 艾伯差一丝血 还能存活 一个金身 那个练大塔大招 对他就没用了 他应该想烧马克 但马克的位置不要靠前 去说一个什么 康特位啊 这种什么东西 这里艾伯被抓到了 那这样上路 没闪没大的 可能先推了之后还不错 不是说差距啊 是因为山姬的这个英雄 在他的英雄史里面 就是玩的最好的 跟他的其他英雄 也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你知道吧 他可能其他英雄是玩的好 蓝博是玩的 还是非常非常难玩的 是 TM的好 我怎么知道的 L票有人不知道山姬是 山姬的叫什么 蓝博是绝活吗 是不是 他们现在不具备很好的绕后的机会 一万多的 哎呦 我招死了 哎呀 哦 提出提出 杀掉一个路 也就一个路而已 也就一个路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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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 山姬哥的蓝博 懂不懂啊 啊 啊 嗯 山姬哥的蓝博懂是不懂啊 真的 姬哥这把很尽力好吧 咱那个内波就是5G内波来到下路 嗯